刚刚承认张萨莲的萨贝宁又出新闻了 日前某天周五 风行记者在机场突然看到萨贝宁出现在闸口 独自拉着行李箱快步前行 表情严肃 仍是一副法制歌的样子 风行的摄影师小李跑到远处 举机拍摄 不料萨贝宁眼观六路 抬头之际正好看到小李 他立即灭入秋霜 冲小李打个手时 先是一指缠 后是反手掌 怎奈小李并不理会 转身变走 这时萨贝宁施展八步感缠的功夫 飞奔而止 一把抓住小李 虽然可能心头火急 但萨贝宁说话还是比较客气 他让小李把图片删掉 小李表示 我在公共场合拍照 你是公众人物 我没有错 照片不能删 萨贝宁表示 不删就报警 小李回答 那你就报吧 无奈之下 萨大主持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时间不长 两名警察赶到停车场 他们分别向萨贝宁和小李了解情况 他们同时也认出了萨贝宁 其中一名警察举着摄像机进行拍摄 萨贝宁并未直指 显得非常配合 这时 现在还有几名看热闹的人 直直点点 嘻嘻哈哈 了解大概情况后 一名警察单独跟小李进行谈话 他态度和气 并没有指出小李有何过错 只是劝小李把图片删掉 称 否则萨贝宁可以告你 小李最后答应警察删掉了图片 酷六娱乐 余文宿地整理报道